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7月27号星期一 习近平看来还是对收复台湾 他有一个执念 以前我们一直都说习近平不知道为什么 他一定希望在他的任期里能够把台湾收复回来 如果能够和平的统一是最好 如果不行的话 武统他也是在所不惜 最近网上曝光了一份文件 说中国传播工业集团有文件显示 中国海军正在打造076型两栖的攻击舰 建造这种两栖攻击舰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登陆 是要支援的这种登陆作战 登陆哪儿呢 无非也就是台湾 要不就是岛屿 你想现在主要想登陆的不就是台湾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认为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武统台湾做准备 但当然我们也得承认 这个东西不是说昨天一排版 今天要开始建了 这个东西之前恐怕最起码要准备了个半年一年 说明了习近平实际上在之前 不然在一年后两年前就已经要准备了 就是说其实一直在为武统台湾做准备 但是我想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出来 对吧 你看金灿荣 中国鹰派这个态度 其实一直一直非常明确 我想再一次把通过这个事情 就是说证明习近平的武统台湾 他的这份怨念 我觉得念念不忘 可能是必有回响 然后这份文件反映了两栖舰的设计方向和设计规范 那么比较受到关注的 是他的076型两栖攻击舰 可以直接采用叫电磁弹射的技术 效能比在航空母舰上使用的这种蒸汽弹射器要更强大 说美国海军的福特级的航空母舰上 也安装有类似的系统 并可以搭载喷气式飞机或固定翼的无人机 将大大增加对登陆作战的空中支援能力 反正总体上看整个舰以及舰上装的这些设备 总体来看其实主要还是为了登陆做准备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说 我们说习近平真的有想法真的想这么做 总有一些人对此是嗤之以鼻 总有一些人觉得不可能 你们都活儿八道 大陆根本就是吓唬吓唬 他不永远不可能武统台湾 就是说或者最起码就是说 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人 寿终正寝之前是看不到那一天 但是看来真的不是 我觉得大家过度的就是说 善意的去理解习近平对于台湾了 但是真不是 其实种种的这些迹象都可以表明 习近平是真的有武统台湾强行登陆的 这种愿望和执念的 这个其实应该引起整个周边国家 全世界国家的重视 因为说实话这场台湾 如果习近平真的就是说要登陆台湾 武统台湾的话 有可能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要参与的一场战役 这可能是一个导火索 真的 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考虑 在目前这种阶段有这种想法 我说战争狂人四个字 有人认为好像说有点重 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贴切的 好吧 那这期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